与人类交易的松鼠 山林的路上 阿布和爷爷穿梭其中 突然间 阿布看到前方路上有一只松鼠 将地上的坚果捡起来 不停地往自己嘴巴里塞 他听到声响后 急忙扭头朝阿布这里看去 当看到有人靠近时 飞快地爬上树逃走了 爷爷你有看到那只松鼠了吗 真可爱 是啊 最近是松鼠的繁殖棋 这段时间会经常看到他们的身影 毕竟他们得寻找充足的食物 来饲养小松鼠啊 爷爷我想抓一只松鼠 回去当宠物可以吗 那可不行 野生的松鼠是没办法当宠物养的 一旦被抓住 他们甚至会用头撞笼子 选择自尽而亡 爷爷 但是桑屋店里的松鼠怎么都很乖巧啊 因为那些松鼠是用人工方式 饲养长大的 他们已经熟悉并且习惯人类的环境 哦 原来是这样啊 爷爷 你看到了吗 我发现了松鼠的家 我们一起过去看看 好的 我们走 阿布和爷爷来到树洞旁探头一看 竟然发现里面有两只蜷缩依偎在一起的小松鼠 他们看起来非常可爱 并且睡得非常香甜 哎呀 这些小家伙还没睁眼呢 应该出生还没有很久 爷爷 是不是在他们还没长大时 抓来饲养 就可以当宠物了 在小松鼠还没睁眼时就暴离母松鼠 那他们确实会与人变得清静 太好了 那我要把这两只小松鼠带回家养着 阿布 我劝你还是把他们放回去吧 咦 为什么 你想想看 小松鼠的妈妈一会儿回来 发现孩子不见了 该有多着急啊 爷爷 他们只是松鼠而已 就算松鼠慢慢发现自己的小孩弄丢了 只不过星期一下 过几天就会忘了他们呢 松鼠可是非常聪明的 怎么可能轻易忘掉自己的孩子呢 我不管 这几只小松鼠我已经决定要养了 哎 就这样 阿布便将这两只小松鼠带回家了 并为他们建造了一个温暖的小窝 他们看起来好小啊 要是能抓一只大的就好了 哼 你懂什么 只有这种小松鼠才能当成宠物的 阿布 你能送我一只吗 我也想要养一只松鼠 那不行 想要的话 你们可以自己去山上抓啊 好啊 明天我就出发去山上抓松鼠 我也要一起去 你们这些孩子真不懂事 就不要再抓松鼠了 让他们留在山林里不好吗 阿布爷爷 你们不是也把这两只松鼠给抓回来了吗 当时你们干嘛不让他们留在山上就好 哎 哎呀松鼠 他怎么这么大胆 竟然跑进村子里了 松鼠跑过来了吗 我想要去看看 松鼠是胆子非常小的动物 尤其是野生松鼠 一有风吹草动 就会逃跑并躲起来 更别说有胆量跑进人类居住的村子里 因此大家非常好奇地跑出来看一眼 这只大胆的家伙 这只松鼠真的很有勇气 看到我们竟然也不跑 哎 他看起来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这只松鼠真的不怕人 难道是谁家养的宠物松鼠逃跑了吗 村子里谁会养松鼠啊 有啊 阿布就抓了两只小松鼠在家里养着 明天我也要去山上抓松鼠 对我也要养 哎呀 他要逃跑了 啊 阿布 松鼠跑进你们家院子里了 胆子好大 我倒要看看他想做什么 然而当大家跑进来后 却怎么也找寻不到他的身影了 咦 真是奇怪 明明看到他跑进来了 怎么会不见了呢 是啊 他不会又从哪里跑掉了吧 啊 窗户开着 该不会是跑进屋子里了吧 跑进屋子里 这只松鼠的胆子再大 也不管往人类居住的地方跑吧 哎呀 窗户有打开 搞不好 他真的跑进家里了 大家去看看 当众人跑进屋子后 不由得大吃一惊 只见那只松鼠 像发疯似的 啃咬着 关着小松鼠的铁笼子 啊 天啊 莫非那只松鼠是来找他的孩子们 好像是如此哦 但他是如何找到这里来的呢 我也不清楚 但能让一只胆小怕生的松鼠 闯进人类的村庄 足以证明 他就是这些小松鼠的妈妈 是啊 母爱的力量让他无所畏惧 啊不 听爷爷的话 放了这两只小松鼠吧 不行 我要养着 他们在我这里 会生活得更好 哎 从这天起 阿布每天都会关紧门窗 以免松鼠妈妈再跑进来 然而 更离奇的事情又发生了 一天早晨 当阿布打开门 看到了一些坚果 啊 爷爷 你快来看啊 这里为什么会有坚果呢 爷爷 这些坚果该不会是那只松鼠搬来的吧 嗯 我想是的 为什么这样做啊 应该是想和我们做一笔交易 更用这些坚果来换回他的孩子吧 哼 你别做梦了 就这些坚果怎么可能换走小松鼠 阿布 你知道 一只身形这么小的松鼠 从山上掉了这么多的坚果有多困难吗 这些坚果应该是他储存起来准备过冬的粮食 但为了孩子 他却全部送给了我们 啊 阿布 你拿走了这些坚果 是表示愿意和松鼠妈妈做交易了吗 可是他已经走了 如果他再来和我做交易的话 我就答应 第二天早晨 阿布家门口又堆放了一些坚果 而那只松鼠依旧蹲坐在围墙上 只是这一次 他显得疲惫不堪 腿上还有几处伤痕 哎呀 他受伤了 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啊 或许是在给我们送坚果的时候 被野猫袭击了 也可能遭受了野狗的追赶 唉 好吧 我同意与你做交易 你没有办法将孩子们一起带走吧 就让我们帮忙把小松鼠送回去吧 于是 爷爷便和阿布 拎着装有小松鼠的笼子 来到了山林里当初的那个树洞旁 松鼠妈妈 这些坚果也还给你吧 好了阿布 我们回家吧 爷爷 你说的没错 松鼠真的很聪明 竟然还懂得和我们做交易 而且他们对孩子的爱 也不输于我们人类不是吗 是啊 原本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这天早晨 阿布打开房门后 发现门口竟然又放了些许的坚果 啊 爷爷 你赶快来看啊 怎么了 咦 坚果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已经将小松鼠还给他了 怎么还会来送坚果呢 松鼠妈妈是用坚果来和我们达成交易的 我们不但把孩子还给他了 还把他用来做交易的坚果一并送还回去 我想他应该是认为这笔交易对我们不公平 所以又将坚果送回来给我们了 天啊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或许对于那只松鼠来说 交易就是要双方付出一些东西 他付出的坚果我们没有收 或许会感到不安吧 为了将这些坚果还给松鼠 阿布便和爷爷来到山林 将那些坚果撒在树洞不远处的地面上 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们将坚果又送回来了 搞不好他还会觉得奇怪呢 怎么周围多了那么多活食 阿布真的长大了啊 我们已经将粮食送回了 准备回家吧 爷爷 我想再看看他们 好吧 但是不可以再打扰到他们哦 嗯 我懂的 爷爷你刚才不是说我已经长大了吗 我当然知道怎么做的 啊 爷爷 这里面是空的 我来看看 不见了 难道小松鼠已经长大 跟着他们的妈妈出去找食物了吗 不是的 这才几天时间他们还没长大呢 咦 那他们去哪里了 我想应该是搬家了 毕竟这个树洞已经被我们发现了 松鼠妈妈为了安全是不会再让孩子留在这里的 哎 这么说他还是不信任我们吗 那为什么要和我们做交易 他那坚果与我们交换是因为担心小松鼠们的安危 而带着孩子搬离危险的地方 出发点都是因为母爱呀 啊 是的 希望以后有机会还会遇到他们 会的 有缘还会再见面的 仆 subjects 这个人也未发现了